好幾箱香皂禮盒堆滿地 包裝精美 打開一看 裡頭夾藏一包包白色粉末 這些都是毒品KATAMI 共30公斤 黑市價超過6000萬 原本要從泰國走私來台 幸好及時被警方攔截 嫌犯因為缺錢花用看準這趟任務的酬勞 高達三四十萬 冒險跑到泰國運奪 而他把毒品夾藏在香皂禮盒當中 企圖用香皂的香味來掩蓋KATAMI的氣味 台泰警方攜手掙破跨國毒品走私案 嫌犯是他 三十二歲的徐姓男子 落往時辨稱自己是第一次犯案 泰國自從去年四月疫情爆發後關閉國警 徐姓男子今年五月先飛往柬埔寨 再偷渡到泰國 落腳在曼谷一處獨棟民宅 附近住戶看到陌生台籍男子行機可疑 向警方舉報 泰國速度局和刑事局組專案小組 發現嫌犯曾到知名的恰途恰市場 購買數十箱 香皂和現箱禮盒 十六號上門搜索果然查到大批毒品 幕後主席還在追查 警方不排除疫情為解封 國內毒品市場需求量增 疫情前KATAMI每公斤價格約一百萬 現在已經翻倍漲到超過兩百萬 龐大獲利讓販毒集團甘願鋌而走險 若真的流進臺灣 可供上千人稀食 信證警方搶先一步 把毒品攔截在境外 TVB的新聞 陳燕 謙玉琪 特別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S News 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的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